同学们,欢迎来到麦子学院 永不坠落的小鸟,游戏中的人工智能课程学习 我是老师,Seven 人工智能一直是一个神秘而又有趣的话题 它的英文,Artificial Intelligence,缩写为AI 人工智能呢,它既神秘而有趣 但同时也非常具有一个争论性 一方面呢,我们期待人工智能能有所突破 希望机器能够拥有人的智能,帮助我们完成更多的事物 另一方面,现在有人开始鼓吹机器威胁论 比如最近传得非常火的,机点临近,等等 那么人工智能到底在什么水平呢? 从我的角度看,机器离拥有思维和感情还有很远的距离 这个问题我们在课程中还会详细地讨论 相信学完本门课程后,大家会有自己的一个判断 那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下我们这门课程 我们先来看一下本门课程所选用的项目 大家从课程的题目就可以联想到了 没错,我们选用的是Flappy Bird这款游戏 那么为什么我们要选一款游戏呢? 会不会感觉有点不务真业? 那其实不是这样的 因为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背后所涉及的东西比较复杂 有数学知识,编程知识,还有一个建模等等这些过程 那么如果我们选用的项目比较枯燥无味 那么大家就没有兴趣了 碰到这些复杂东西也会很快就坚持不住 那么我们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话题 这个用一个游戏作为我们的主题 那么即使这个理论部分呢有一定难度 大家只要有这个兴趣作为歉意 一定能够坚持下去 那我们最后的目标呢 是让程序自己操控这个小鸟 飞过这些水管 而且永远不会撞上 可以看,这是我录的一个小视频 就像这样 那么这个小鸟不是我在操控 是我们写好这个程序之后 让这个程序自己来操控这个小鸟 根据当前这个位置 判断该点击还是什么都不做 让这些小鸟顺利的通过每一个水管 那么你可以看到小鸟这个电脑玩这个游戏得了非常多的分 那事实上你运行很长一段时间之后 得几千分都是可以的 大家是不是感觉这个非常有意思呢 我感觉有的同学已经跃跃一试了 别着急 我们先来看一下整门课程的一些基本情况 那么我们先来看一下本门课程的 课程大纲 我们这门课程呢分为两部分的学习 第一部分是理论部分 第二部分是实践部分 理论部分的学习呢包括人工智能与机器学习的一些基本概念 增强学习的基本概念 以及增强学习中的数学原理 还有就是增强学习中最具有代表性的Q学习算法 那么实践部分呢会带领大家搭建一个基础的环境 这个搭建的过程非常简单 我们也会简单的提一下 那么在动手开始写程序之前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步骤 那么就是需要和大家详细讨论一下 Flappy Bird游戏中的这个数学建模的一个过程 也就是说 把一个 把一个实际中的游戏的这样的问题 高度抽象成一个 可以用数学语言来描述 最后用程序来实现的这么样的一个过程 我们就称之为数学建模 那么有了这个基础环境 还有这个抽象的这个模型 我在手把手的带大家编写这个程序 把Q学习的算法思想 放在这个Flappy Bird中 最后用程序语言表达出来 那么本门课程的这个目标呢 一是要让大家了解这个人工智能机器学习 增强学习的一些基本概念 由于我们不是做一些复杂的理论研究 所以呢有些东西我们不会讲的太细 掌握基本的概念即可 那二呢是要让大家理解增强学习的思想和数学原理 还有就是Q学习的算法流程 因为Q学习是增强学习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算法 这一点很关键 因为在后面Flappy Bird中我们应用的就是Q学习算法 那么所以这块呢我们也会着重的讲解 当然我在刚才也说了 光学习这个Q学习算法 这个理论是不够的 那么要把Q学习这个算法应用到Flappy Bird中 才是这个更加重要的一部分 就是我们所说的数学建模的过程 那么最后呢就是编程实现一个Flappy Bird的AI 大家其实不要觉得最后写一个程序非常困难 非常写出来呢非常了不起 其实呢本文课程的真正的核心部分 不在最后一块的编程部分 编程实现是最没有技术含量的部分 那么真正的精髓思想都在前面理论和建模这块的研究上 那么最终这个编程因为代码量可能会比较大 所以呢我不会带大家从零开始完完整整的打这个写这个代码 我会先给大家一个非常基本的一个框架 那么我们在这个框架的技术之上 一步一步的来完成这个Flappy Bird的AI 那么我们下面开始第一部分的讲解 也就是理论部分的讲解 首先呢就是人工智能与机器学习 那么什么是人工智能呢 我们都看过一些人工智能的电影 比如非常有名的这个《终结者》系列 还有斯皮尔伯格的著名的电影 名字就叫做《人工智能》 那么在这些电影中 人工智能都是非常厉害的存在 而且最终都与人类为敌 甚至毁灭了地球 那么很显然 电影中对人工智能的描述都是夸张过的 那么现实中的人工智能到底在什么水平呢 现实中的人工智能还远远达不到产生情感和思维的水平 而且目前人工智能还远远离不开人类的知识 而且只能是辅助我们完成一些工作 所以有句话是这么说的 有多少人工就有多少智能 我们来设想一下 如果人工智能要完成相当电影中那样 与人类进行交流 首先要完成的最基本的一点 就是能够听懂我们所说的话 理解语言背后的含义 另一点比较重要的是 人工智能要拥有人类的视觉 能辨识出环境中的各种物体 不然它连基本的行走都无法完成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这些方面的进展 首先是这个语音识别 也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语言的理解上 那这里有同学会问了 现在这个语音识别技术不是非常成熟吗 我们平时可以用这个语音进行输入 还有像苹果中的这个Siri这样的语音助手 它可以听懂我说的话 能够帮我查询一些东西 安排一些事物 查询路线 餐厅等等等等 但是注意 语音识别与真正理解人类的语言 并不能画上等号 语音识别只是简单的把语音转换成文本 现在的语音识别技术的确非常厉害 非常领先 但是还远远达不到理解人类语言的水平 比如说我们可以问Siri一些问题 它看起来像是拥有智能的 比如说我们骂Siri一句 它会给出一些比较好玩的答案 但是它并不是真的理解了我们这句话的含义 比如我们问Siri什么是生命 它并不明白生命的具体含义是什么 给我们的回答不过是从网上搜集的一些有趣的答案 比较好玩的答案 但是Siri作为一个语音识别的一个系统 它是没有办法理解生命的真正的内涵的 那只有人类在充分学习过生物 对生物生命有着充分了解的情况下 才能给出一个准确的定义 所以这是第一点 语音识别在语音识别上和语言理解 你并不能画上一个等号 那么在计算机视觉呢 到达什么水平了呢 我们看一下这张图 这是来自斯坦福大学 李飞飞教授担任的团队 他们所做的一些成果 那他们团队呢 在图像识别领域呢 一直是属于世界领先的地位 从图上来看 效果确实也非常的惊人 不仅能准确识别出画面中的每一个物体 比如小孩 棒球帽 棒球 棒球棒 鞋子 汽车 草坪 等等 那么除此之外呢 还能识别出这些物体之间的 一层关系 方位关系 那看起来确实非常厉害 但是呢 这些 这个强大的图像识别系统 也存在一些很致命的弱点 有的科学家研究发现 我们用一些 看起来毫无意义的图案 就可以轻而易举的欺骗 强大的这个图像识别系统 比如这些图案 我们用一些 波浪型的条纹 那么这个图像识别系统 把它识别成了一个电吉他 我们用一个 类似于棒球上的这个滑纹 把它做成一个 一根一根的 这个条形的 呃 纹理 那么这个图像识别系统 把它识别成了一个 棒球 那么所以总的来看 人工智能的发展 并没有 所谓的那个 积点临近 吹嘘的那么玄乎 有很多基本的问题 都不能很好的解决 所以 离产生思维和感情 的确差得很远 但这并不意味着 目前人工智能 一无是处 事实上 有了人工智能的辅助 帮助了我们 处理了很多很多的 任务 那么这里呢 我只举了简单两个 人工智能应用的案例 一个是语音识别 还有一个是图像识别 那么人工智能呢 还有很多其他的应用 总的来说 人工智能 所要解决的问题呢 它不是我们在 计算机课堂上 所学的 猫火排序啊 二分查找 这些 我们称之为 传统算法吧 它要解决的是一些 对人类来说 非常简单 但是对机器来说 非常困难的问题 比如说 怎么样识别出 一个一段语音中 这个文字 理解这个语言的含义 还有就是辨识出 画面中的物体 它们之间的方位关系 那么这就是 人工智能想要解决的问题 反正这样的问题 还有很多其他类型的 比如说 我们这个项目 让游戏 让机器去玩一个 布拉皮贝尔的游戏 以及 让机器在迷宫中巡路 让机器学会下棋 等等这些 人工智能的目标 就是要让机器 做出像人类一样的行为 在人工智能领域 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概念 叫做 图灵测试 这个概念是 计算机之父 阿兰图灵提出的 让一台机器和一个人 分别躲在幕布后面 与测试者进行交谈 如果机器能有 30%以上的回答 能够迷惑测试者 让他认为是在 与人类进行交谈 那么则称 机器 通过了图灵测试 那么 在13年还是14年的时候 有部分 有机器已经通过了 这个图灵测试 但是 也只是 这个图灵测试的 这个条件 其实放的是很宽的 30%以上的 这个回答 那么 实际上 我们在问 这些机器更加 复杂的一些问题 他又 他又很有可能 就无法 正确地回答我们 还是会 可能会被 识别出来的 那么下面 我们就要说一说 现在 在人工智能学科中 扮演非常重要的 一个角色的 那个领域 机器学习 机器学习呢 顾名思义 就是让机器 学习人的一些行为 就像教 小学生做题一样 教会机器 完成 刚才我们所说的那些 对人来说 非常简单 但对机器来说 非常复杂的任务 这个学习的过程 通俗来说 就是从 例子中学习 也就是我们说的 让机器 从很多 已有的 经过人类 标识过的一些样本中 去寻找一些规律 这个过程 我们称之为训练 或者说叫 学习 当训练完成后 便可以让机器 在未标注的样本上 进行判断和处理 那看起来就像是 由人类完成的一样 从这个角度来说 机器学习 可以分为以下几种 当然 机器学习 还有其他一些 分类的方法 这里我们只讨论 这种比较常见的 我们一般把 机器学习中的算法 分为以下三类 监督学习 无监督学习 和增强学习 从字面意思上来看 监督学习 就像有老师 在监督学生 做题一样 告诉每一学生 每一道题 该如何做 答案是什么 然后学生 慢慢地自己 学会了 做题 无监督学习呢 顾名思义 就像没有人监督 没有人管 比如说我们 做一些文科的 问答题 我们通过自己 去归纳总结 也没有标准答案 我们自己 归纳总结后 把题目分成 一些类别 那么不同的题 按照不同的 不同类别的题 按照不同的套路 来进行做 那么增强学习 与监督学习 和无监督学习 都不太一样 这个我们 也是我们的主角 我们后面会 终点地讲 那么可能说到这 大家还是对 监督学习 和无监督学习 没有什么 直观的印象 那么这里 我再给大家 举几个具体的例子 我们先来看看 监督学习 比如说 就拿刚才的 图像试验来说 首先我们需要 有很多很多的样本 也就是图片 然后我们需要 对这些图片 进行标注 所谓标注 就是说 给这个图片 一个标识 标识这张图片 是不是一张鸟 比如说 这张简笔画 是一只鸟 那么这个鸟 有什么特征呢 尖尖的嘴巴 翅膀 羽毛 等等 那么除此之外 我们还要 当然仅给一个样本 是不够的 我们需要有 大量的样本 比如说 第二张和第三张图片 我们要给出 鸟的各种形态 让这个机器 学会去提取 鸟的特征 有翅膀 有尖尖的嘴 有羽毛 等等 那么除此之外 我们还要给出一些 反例 就是不是鸟类的情况 比如说这只熊 我们也去提取 它的特征 发现它 没有翅膀 也没有羽毛 嘴呢 也不是那种 鸟类 尖的汇 所以在 有这些大量 样本的情况下 我们对机器 进行训练 那么训练完成之后 机器就可以完成 图像识别的任务 那么常见的 监督学习算法 包括 逻辑回归 决策数 等等 那么无监督学习呢 这里我们看这项图片 图片中有很多面具 这些面具 从我们人的角度来看 很明显是有几种风格的 其中有一个常常的 一个把手 有的像一只蝴蝶 等等 但是 这个时候就不需要我们 人工的去标注 告诉机器 这个面具是哪一类 哪一类 事实上我们也不知道 它的具体的名称 那么 这个时候 我们就让机器自己去 发现一些特征 把具有相似特征的 面具 自动的归为一类 而不需要 我们人类在去参与中 去告诉机器 这些面具 到底属于哪一类 那么 常见的 无监督学习算法 包括 K-means 由于我们这个课程 不是专门的 机器学习课程 所以这里就不展开讲 感兴趣的同学 可以关注 麦子学院的 另一门课程 深度学习 基础介绍 机器学习 那还有一种 机器学习方法 增加学习 我们刚才说 它和监督学习 非监督学习 都不太一样 他们所适用的 这个问题呢 和条件 也不太一样 他们所 要解决的问题呢 不是一种 分类问题 也不是剧类问题 因为刚才 我们所说的 这个监督学习和 非精度学习 其实可以 粗略地讲 可以概括成 分类和剧类的问题 比如说我们要把 这个图片呢 分成鸟和不是鸟类 这个面具呢 我们把具有相似特征的 剧成一类 当然这个 我不是很严格的说 大体上来说 可以看成是 分类问题和剧类问题 那么在实际中 还存在着 另外一种问题 叫做决策问题 比如说 下棋 我们在下棋的过程中 这个棋谱 还有这个棋的 当前的局势 有成千上万种 我们也没有办法 把这个下棋 归纳成一个 分类问题 或者说 剧类问题 而是说 根据当前的局势 让机器去判断 下一步该怎么做 这是一个决策问题 怎么样做 对自己更加有利 还有一个就是 机器人巡路问题 那么迷宫 不同的迷宫 这个布局也不一样 我们也不可能 把迷宫问题 分成一个 分类问题 也不能把它 划成一个剧类问题 所以说 这类问题 我们不能用 监督学习和 无监督学习来做 除此之外呢 这样的 他所面对的条件 也不太一样 首先一点就是 非完备信息 那么什么是 非完备信息呢 我们经常在 在一些报纸上 看到一些迷宫的题目 一些趣味题 比如说让 有一个迷宫 让我们要找出一条路径 那么其实这就是一个 很典型的 完备信息的问题 因为从我们人的角度看 你是能够完整的观察到 迷宫的全貌 那么在这个基础上 来做迷宫的话 其实就降低了 很大的难度 事实上 我们设想自己 或者一个机器人 处于这个迷宫中的时候 那是没有办法 看到整个迷宫的全貌的 那这个时候 所获取到的信息 仅限于 眼睛能看到的 和我们记忆中 走过的一些路线 那么这就是非完备信息 所以面对 这种类型的问题 这样的条件 非完备信息 都是也没有训练样本 因为不是分类 也不是剧类 这个没有办法 给出训练样本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就需要清楚 我们的主角 增强学习了 那么我们在下一节课中 会详细地讲 增强学习的 基本概念 以及增强学习的 一些基本理论 好 这节课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